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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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怎樣的房子,想看什麼電影,學越多越好。 另外一個東西,Facebook留言也很容易,不要只安藏,而是恢復他們。 雖然有意義的恢復很好,卻不一定不必要。 只有六元,你就可以開一個新的世界。 現在我非常多的朋友在Facebook。 你可以選email,給你很久沒見的朋友,或者過來的家人。 他們都喜歡寫你的email。 不想Facebook留言會過去,email能被保存。 你的朋友非常想看你的很久以前的email。 哦,明細片我很喜歡。 你可以在旅行時的明細片給你的朋友, 還是你可以送給媒生人。 這個是第1個月的七個不同的國家的明細片。 這個是我同時的明細片錢。 看來他的朋友比我還多。 不喜歡。 不不喜歡。 我要對別人更好財會有比他更豐富的明細片錢。 你可以準備好知心肺、好茶。 學下來心吧。 非常多人喜歡看你的心。 如果你有好看的照片和郵票,非常好看。 每個人喜歡。 所以你可以寫部落格。 我第一個部落格開始在2003年。 很久以前。 現在我在不同的網站寫不同的主題。 你們也可以。 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新出。 每個人有很多的東西。 你可以說。 再一個東西。 我很喜歡這個每日十二。 每天。 這個是多少? 750。 這個很多。 750字。 每天你可以寫750字。 都可以什麼東西。 很快。 15分鐘。 對不對。 可是我已經寫了195天。 一共16萬字。 寫下來幾乎。 感覺它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樣。 你可以寫小說。 每年1月。 11月。 11月。 這個Nono Reborn。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寫小說。 這個我還沒。 三年多洗白了。 沒問題。 最後也是最困難的。 寫下你的Ignite筆記。 特別是你還不會講的語言演講。 相信我真很有用。 所以如果你覺得手機法想寫更多東西。 寫寫看吧。 你也可以寫給我聽啊。 謝謝。 謝謝。 好